艺人陈妍希和润冬 在2018年合作拍摄《登丽君传奇》 但愿仍长久 是个五年终于定档 于本月五日播出包揽三大电视台的黄金时段 以及两个串流平台 不久前该剧的官方的微博 陆续发出海报宣传 饰演登丽君的陈妍希 也转发了官方的贴文 不料再开播当日 该剧经传被撤倒的消息 其实这部剧早在2021年 也被电视台撤挡过 目前没有人知道被撤挡的原因 官方也未发出任何声明 此外演员柯彭宇也参与了演出 并在剧中饰演日本导游 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 甚至还横跨日本泰国等地 用了7个月时间来拍摄 在日前的采访中 他透露收到定档消息时很开心 感觉就像中了彩票 没想到开心都要两天 这部剧又以遗憾收场了 真的是命运坎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